乌克兰陷入了1991年独立以来的最大危机 与之前的颜色革命不同 在不久的将来 乌克兰的变天将会是俄罗斯的强大压力之下的结果 从2月24日以来 俄罗斯就动用了大批军事力量 对于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行动 俄罗斯动用了一系列的常规武器 对于曾经的兄弟国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俄罗斯之所以要暴打乌克兰 是因为乌克兰要全面倒向西方 并且还要通过加入北约来对抗俄罗斯 面对乌克兰和北约的步步警逼 俄罗斯不再忍让 开始了对于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乌克兰颜色革命和把加入北约写入宪法 背后都是美国的影子 作为乌克兰盟友的美国 在关键时刻却是置之不理 北约并没有批准乌克兰的加入 同时作为北约领导者的美国 在渲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风险的时候 多次公然宣布不会出兵与俄罗斯作战 美国的多次保证 是让俄罗斯总统普京有了定心丸 最终发动了对于乌克兰的打击行动 如今 俄罗斯军队在向乌克兰首都基普推进 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事实力对比来看 攻下基普是早晚的事情 这是俄罗斯逼迫乌克兰谈判的一个基础 美国对于乌克兰有被灭国风险的时候 还是坚持不会出兵乌克兰 但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动作却不断 根据船训AS系号数据显示 美国海军DDG-114约翰许号宙斯顿导弹驱逐舰 在2月26日悍然穿越台海 同时还有EP-3E和MC-130J在南海的配合行动 EP-3E白羊座电子侦察机 是在海峡南端展开行动 而MC-130J特种突击运输机 是在南海北部展开训练活动 MC-130J是一款可以携带特种部队突袭的平台 美军MC-130J在南海的行动 是为了对于地形和空域进行熟悉 实际上在2月26日 美国空军也有动作 根据航空管制信息显示 美国空军编号为6-2663的RC-135S导弹观测侦察机 从阿拉斯加埃尔森空军基地起飞 直奔位于琉球的加手纳基地 此前美国空军的RC-135S导弹观测侦察机 是一拖阿拉斯加的军事基地 对于俄罗斯多款导弹试射进行了情报搜集工作 俄罗斯在2月19日至少是射了7款导弹 包括新锐的高尸高超音速导弹 2022年2374全球防务观察阿力 如今美国空军RC-135S导弹观测侦察机奔赴琉球 全球防务观察认为 美国是优先对付中国 此前美国空军的RC-135S导弹观测侦察机 经常在琉球加手纳基地进行部署 并且会在南海、东海和黄海展开所谓的抵近侦察行动 美国空军的RC-135S是属于典型的无视不登三宝殿 每次部署琉球都是有着明确的任务而来 在解放军有军演的时候 RC-135S导弹观测侦察机的活动频次会增加 美军情报系统嗅觉相当的灵敏 在俄罗斯进行大规模导弹试射之前 美国空军RC-135S导弹观测侦察机已经就位 因此对于美国空军的偷窥是要引起警惕的